文化厚重的土地 有第二西双版纳之称 不过这里的村民 瑶族人 年收入却只有1600元人民币 村民们决定靠养猪赚钱 但买了一窝小猪 养了两年 母猪就是不怀孕 于是大伙人找上了 格林的芒山黑豚之父 何有求助 我说别养了 你这个猪啊 永远不会怀孕了 它有尽情回避的行为 芒山黑豚 不怕蜈蚣毒蛇 大口吃下肚 偏偏就怕这小东西 到了夏天 这些小虫寄生在芒山猪身上 总是养得受不了 连饭都吃不下 鸡在猪的身上啄啄 力道刚好 就像是给猪骚痒痒 跟那个活动社成立了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的董事长 就是农民 就是社员 他们有50%的股份 由他们来管钱 何勇出钱又出技术 还让每位村民 只要花人民币5000元 就能变成股东 每年还可以分红 为了带领整个窑寨脱贫 于是他开了一家黑豚体验馆 美食 住宿 农村乐 发展黑猪旅游 产业链 这个肥肉真的好吃 脆脆的 很好 很满意 有机盲上黑豚肉 皮脆肉香 用清蒸的完全没有猪烧味 而油客量爆增 也意外带动了村内农产品的买气 同意就是一年下来 就是5万多块钱 这个学生把它买 估计的话 你也可以买到2万了 深山里的猛山黑豚经济 为窑寨村民年收翻倍 逼近台币20万元 猛山黑豚 纯天然 零污染 更在2018年销售额 高达500万元人民币 每户还分红台币将近2万 黑豚肉2.5公斤 这和有一手培育的金猪 确实让原先贫困的窑寨 走债致富的抗壮大道 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电解磁氤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而且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精呢 这是上我们的快点购 我们下期再见